生命电视与你一起温暖的地 生命电视与你一起温暖的地 接下来请收看爱顾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胆小的母羊 阿风家养了一群羊 在这群羊里胆子最小的 当属头上长着一束黑毛的小母羊 阿风一家人都叫他胆小的小黑毛 妈妈你知道吗 小黑毛的胆子真是太小了 今天带他们去山坡吃草 结果有一只兔子从草窝里窜了出来 你猜他怎么了 小黑毛被吓得躺在地上装死呢 这只小黑毛啊 他从小就胆小 真搞不明白在这么多羊里面 怎么就他的胆子会这么的小 羊嘛 原本胆子就小 训练训练就好了 阿风 你以后就多带他们出去吃草 慢慢熟悉外面的世界 或许会让小黑毛的胆子大一些 是吗 那样真的会让他胆子大起来吗 试一试吧 最近我看他的胆子越来越小了 照这样下去可不行的 嗯 明天我就带他们去后山那里吃草 正好利用锁桥来练练他的胆子 锁桥是大山居民所特有的一种桥 狭窄的峡谷两岸拉着两根粗粗的绳线 绳线之间铺着木板算是桥面 桥两边则是用麻绳条的边挂来充当扶手 阿风所说的锁桥全长不过二十来米 高四五十米并不算特别危险 阿风赶着羊群朝锁桥那里走去 他看到锁桥上 二眉省正赶着一头牛朝这边走来 阿风见此情形急忙拦住羊群 好了 大伙儿先停一下 让他们先过来 阿风你好 你这是要去那边放羊吗 是啊 那边的草非常茂盛 赶快去吧 说话间 他的牛猫的叫了一声 小黑毛突然听到牛叫声 吓得惊慌不已 他眉眉叫着 像是要找个地方躲起来一班 这只羊的胆子怎么这么小啊 可不是嘛 小黑毛的胆子实在是太小了 稍有风吹草动 他就吓得不行了 所以我特意带他出来练练胆子 就他这点胆子 你还带他过锁桥啊 他敢过吗 放心好了 正因为他胆小 所以才特别依赖领头羊 只要领头羊上了桥 他就一定会跟上去的 嗯 走了 我们过桥了 领头羊的举动 是非常具有带头作用的 他做什么 其他的羊便跟着做什么 因此 当领头羊带着羊群 走上锁桥后 小黑毛也只能硬着头皮 跟着走过去 哈哈 小黑毛表现得还不错嘛 我看多带他出来几次 他胆子就大起来了 然而 事实却并非如此 几个月后 小黑毛的胆子 不但没有大起来 反倒变更小了 阿风 这几天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 别提了 这几天我就带着他们 在村外吃点草而已 前一阵子 你不是还带着他们 过锁桥练胆子吗 最近怎么不去了呢 小黑毛 他宁可独自留在 没有草的地方 也不愿意过锁桥 阿 你不是说小黑毛 根本不怕过锁桥吗 怎么时间过了这么久了 他的胆子 不但没有大起来 反倒连锁桥也不敢过了 谁知道呢 锁桥那边的草 又嫩又多 他刚刚吃得胖了一些 却又不敢去了 真是奇怪 你们有没有发现 小黑毛他最近有点不太一样啊 可不是嘛 他的胆子越来越小了 我不是说他的胆子 我是说他的肚子 你们没发现 小黑毛他怀有身孕了吗 啊 小黑毛肚子里有小羊了 原来是这样啊 难怪他的胆子越来越小了 他这是为了保护自己肚子里的孩子呀 这时候 远处传来了一阵鞭炮声 小黑毛吓得咪咪叫着 拼命地往羊圈角落里躲着 阿峰和父母亲急切地跑出屋子 小黑毛 你不要害怕 今天村子里张老伯家有喜事在放鞭炮 那是鞭炮声 不会伤害你的 你们发现没有 不管他躲到哪里 总是用自己的身躯护着肚子 所以他现在之所以表现得如此胆小 完全是担心自己肚子里的孩子受到伤害啊 嗯 既然是这样 那这段时间我们可要好好照顾他 是啊 他要是能多生下几只小羊羔 那我们家的羊群可就又壮大了 为了保护小黑毛 能顺利地将肚子里的小羊羔生出来 阿峰 干脆不过锁桥去后山了 只在村子周围放着羊 村外的一片草地 那里的草长得稀稀拉拉 羊群在那里吃着草 领头羊朝一串茂盛的草丛走去 你抢什么啊 多亏你还是带头的呢 难道不知道小黑毛肚子里有小羊羔了吗 来 小黑毛 赶快吃吧 在阿峰的特殊观照下 小黑毛的身体一天天丰满起来 秋天的时候 他生下了一只小羊羔 妈 你看那只小羊多可爱啊 小羊 你多喝点奶 早早长大啊 小黑毛最近的奶水不是很足啊 小羊羔都吃不饱啊 啊 那这下要如何处理呢 阿峰 看来你得准备一些新鲜的草喂他 只有那样的草才能产奶呀 现在已经是秋天了 要想找到鲜嫩的草可不容易啊 后山坡那里向阳 那里应该还有些新鲜的草 明天你带着羊群去那里吧 可是小黑毛他敢过锁桥吗 没问题的 之前他不敢过锁桥 是因为肚子里有了孩子 现在孩子生下来了 为了让孩子有足够的奶喝 我想他一定敢过桥的 嗯 阿峰第二天带着羊群过锁桥 正如他母亲所说的那样 小黑毛这次毫不犹豫地 跟着领头羊走了过去 做了母亲的小黑毛 胆子果然大了许多 果然这里的草还很茂盛 好了 你们快吃吧 小黑毛 你可要多吃点哦 这样才能产出更多的奶 喂你的孩子 小黑毛像是听懂似的 朝着阿峰 咪咪的叫了两声 然后大口大口的 啃食着地上的那些青草 不多久 阿顺伯牵着牛 从山坡的另一面走了过来 阿峰 你带着羊群来这里吃草啊 是啊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 阿峰 我看今天的天气可不怎么好 一会儿应该会下大雨 我看还是早点回去吧 我的羊群还没吃饱呢 再让他们吃一会儿吧 你可别耽搁太久哦 要是大雨真的来了 那可就危险了 那时候你的这群羊 可是过不了索桥的 我知道了 阿顺伯 你先回去吧 他们再吃一会儿 我就带他们回家 嗯 那我先走了 正如那位村民所说 天越来越黑 大雨似乎就要来临了 阿峰急忙驱斩着羊群 准备返回 可此时狂风大作 索桥不停地摇晃着 羊群看到摇晃的锁桥 纷纷后退不敢前进 你们这群胆小鬼 赶快走啊 一会儿要是下起大雨 那就真的走不了了 叫什么叫啊 你赶快过桥啊 你是领头羊 你不过桥 别的羊哪里赶过 快过去 真糟糕 大雨马上就要来了 要是锁桥被大雨淋得 湿滑不堪的话 那可就更难过去了 赶快给我过桥 难道你们打算 留在这里过夜吗 中阳看着摇晃的锁桥 依旧不敢向前迈一步 可就在这时候 羊群里传来了一声 红亮的叫声 阿峰一愣 只见小黑毛昂着头 挺着胸脯 熊啾啾的 从羊群里走了出来 哎呀 小黑毛他 这是要干什么啊 小黑毛穿过羊群 竟然大步的 走上了锁桥 中阳吃惊的看着他 平日里 他的胆子可是最小的 今天他的胆子 怎么变大了 领头羊都不敢走的桥 他竟然走上去了 小黑毛他 这是怎么了 以前过这座锁桥时 都是小心翼翼 战战斗斗地走在最后 今天他怎么变得这么勇敢 领头羊看着 走在桥上的小黑毛 他眉眉地大叫了一声 然后也毅然走上了桥 太棒了 领头羊是绝对不会让别的羊 抢了自己风头的 更何况 今天抢他风头的 还是羊群里胆子最小的小黑毛 只要领头羊一上桥 其他的羊也都会跟着上桥的 果然 重羊跟随着领头羊一起走上了锁桥 阿峰急忙紧跟其后 走在最前面的小黑毛 很快便到了桥中央 那是锁桥晃动最厉害的地方 但小黑毛却丝毫没有畏惧地向前走着 领头羊看着小黑毛义无反顾的样子 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 就这样 羊群跟着他们顺利地过了锁桥回到了家 阿峰回来了 回来了 这么大的风 我们还以为这群羊不敢过锁桥 正准备和你妈妈去帮你呢 是啊 没想到你们平安回来了 小黑毛他竟然也回来了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他了 妈妈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相信 今天是小黑毛领头带着羊群过了锁桥的 你不是开玩笑吧 这么大的风 小黑毛竟然敢领头过锁桥 他这是要干什么呢 说着 父亲紧跟着小黑毛跑进了院子 只见小黑毛飞快地跑进了羊圈 羊圈里的小羊羔看到自己的母亲回来了 便朝起妹妹的叫着 小黑毛急忙来到了小羊羔身边 然后给他喂起了奶 饥饿的小羊羔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赶过来的阿峰和母亲也看到了这一幕 我现在终于明白 他当时为什么会那么勇敢地过锁桥 他这是惦记着家里的孩子 他要赶快回来照顾自己的孩子 没错 不管之前他是多么的胆小怯弱 可一旦成为了母亲 就会变得勇敢而无所畏惧 因为他的孩子需要他的保护和照顾啊 撞龙的金鸟 金鸟是珍贵的大型猛骑 其体长可达一米以上 身体壮硕 鹰眼锐利 外形漂亮 飞翔和捕猎的本领也是极强的 因此 金鸟被人们称之为天之骄子 金鸟真厉害啊 如果能看到真正的金鸟该有多好啊 好的 我带你去动物园 到时候你就可以亲眼看到金鸟了 真的吗 妈妈 动物园里有金鸟吗 应该有吧 毕竟天语动物园是排名数一数二的 而且前一段时间 我好像听说原方购买了一只金鸟呢 真的吗 那真是太好了 我终于能看到活生生的金鸟了 如果你们要去天语动物园看金鸟的话 恐怕就要失望了 那里根本没有金鸟 哦 奶奶 你怎么知道那里没有金鸟呢 难道你也去过那个动物园 这是我的儿子 他就在天语动物园工作 而且主要就是负责照顾管理鸟情类 原来是这样啊 你说你们动物园那么出名 为什么不舍得花钱去购买只金鸟进行展出呢 倒不是我们动物园舍不得花钱去购买 而是金鸟性格太烈 不愿做人类的俘虏 更不习惯在货车或汽车上颠簸 它们往往在运输途中就夭折了 这么说动物园里是不可能有金鸟的 可是我怎么听说你们动物园曾经养过一只金鸟呢 没错 在前年我们动物园曾经第一次购买一只成年金鸟 那只金鸟就是由我负责的 可是展览的第一天就出意外了 喂 金鸟 飞一个给我们看看 这就是金鸟啊 它好漂亮啊 可是为什么不飞呢 金鸟 别傻傻站在那里不动 伸开翅膀让我们看看 铁笼里那只金鸟惊恐地看着周围的游客 突然那只金鸟大叫了一声 接着它展翅飞了起来 啊 飞了 它飞起来了 太棒了 这个笼子太小了 它根本就没法飞起来嘛 是啊 金鸟一展翅就能飞入云霄 这么小的笼子让它根本就没法飞嘛 园长 这只金鸟的脾气太暴躁了 它这样闹下去的话是很容易受伤的 它这是初来乍到 不适应那么多人围着自己 别的鸟雀刚来动物园的时候 不也是这样吗 我看过不了多久 等它适应也就好了 那只可怜的金鸟 整天在笼子里飞来撞去 最后撞断了翅膀再也飞不起来了 啊 它真是好可怜啊 难道你们就没给它进行治疗吗 那只金鸟性格太烈了 它不但拒绝我们靠近它 而且还拒绝进食 最后绝食而亡了 看来金鸟真的就像书里介绍的那样 失去了自由 它宁可去死 你们那时直接购买了一只成年金鸟 如果幼年的时候就饲养或许会好些的 我们园长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在去年 他又购买了一只比较年幼的金鸟 园长 你看到了吧 即便是年幼的金鸟也是很难被训养的 这是它们的天性改变不了的 相信我没有改变不了的动物 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它就会慢慢改变的 为了让它适应我们动物园 所以我才将它关在这里 让它慢慢适应 它真的能适应动物园的生活吗 当然了 像狮子老虎那样的猛兽 刚来的时候不也凶得要命 饿它们几天后就老实了 为了不饿肚子 它们最后还不是乖乖听话 直至适应动物园的生活 所以用食物来驯服它们 是最有效的办法 我相信这个办法对金鸟来说 也是很有用的 好吧 那我们就试试看吧 就这样 我每天都会送给它一些食物 刚开始 那只金鸟表现得很有骨气的样子 不肯吃我送去的东西 但几天过去了 饥饿感开始折磨着它的自尊心了 你看 它这是饿得受不了 好 快 赶快准备一些食物 你现在就去用食物引诱它 我想它现在已经抵抗不了食物的诱惑了 嗯 好的 我这就去 说着 小康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 园长透过监控画面 看到他用一根长棍子挑着一块食物 来到了铁笼旁 笼子里的金鸟再一次摆出一副高傲的样子 小康将那块食物用木棍挑进笼子里 并在金鸟面前晃来晃去 小金鸟 你看多香的食物啊 这可是你最喜欢吃的 怎么样 尝一口吧 小金鸟的眼睛开始随着那块食物看着 它终于忍不住一口叼走了那块食物 太棒了 它终于开始吃东西了 我就说嘛 食物是驯服它最有效的办法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渐渐的小金鸟习惯了人工喂食 两个月后 它不仅不再对人感到害怕 而且还对天天来给它喂食的我有了亲近感 你们看 它已经完全被驯化了 即便看到人也不会惊慌了 是的 园长 展览金鸟的笼子我们已经收拾好了 我想它会喜欢的 嗯 你们准备一下 后天就开始正式展览金鸟 就这样 金鸟被移到了展区 用铁丝网编织成的巨大鸟笼里 当它看到头顶的蓝天白云后 显得异常兴奋 立刻展翅飞了起来 它想飞向蓝天 但却拍动翅膀也飞不出去 园长 这就是我所担心的 金鸟一旦看到蓝天 就会出于本能的想要飞上高空 但它会发现自己再怎么努力 都没办法飞出这个笼子 果然 那金鸟再次飞到空中铁丝网那里 它倒旋着身体 用爪子抓着铁丝 用嘴咬着铁丝 你们快看啊 它这是想要开笼子 喂 金鸟 不要白费力气了 你是打不开这个笼子的 由它去吧 几乎所有野生猛禽 第一次被放进龙舍 都要这样瞎折腾一阵子 毕竟生命总是渴望自由的 当发现所有的努力 都是徒劳的之后 便会向命运妥协的 嗯 嗯 然而 这只金鸟在尝试多次 冲破牢笼失败后 并没有选择与命运妥协 它似乎决定 要同命运抗争到底 看来 它还是没有放弃呀 是的 它每天除了吃饭休息 那就是撞击笼子 它似乎准备 和这个笼子来个持久战 这样也好 至少不会像上次那只金鸟那样 活活饿死 三人看着笼子里 有些累的金鸟 它停留在了木笼上 收理着羽毛 这时候 两只小麻雀 叽叽喳喳叫着 飞到了铁笼上方 金鸟听到麻雀的叫声后 抬头看了一眼 那两只麻雀 停在了笼子顶 然后继续不停地叫着 太吵了 你们给我闭嘴 这两只小麻雀 胆子可真大啊 面对金鸟 竟然一点都不害怕 可不是吗 要是在野外 金鸟这么一叫 所有的鸟类 都会吓得魂飞魄散 快速飞走的 可是 这里是动物园呢 我们这里的麻雀 早就习惯了 这些猛禽的叫声了 即便是金鸟的叫声 也吓不到它们 吵死了 你们俩听到没有 赶快给我走开 哼 被关在笼子里脾气还这么大 就是嘛 一只笼中鸟还真狂妄 不要理它 小小的麻雀不知天高地厚 看来我不教训你们 一下是不行的 那两只麻雀 根本就没把笼子里的金鸟 放在眼里 它们鄙视了金鸟一眼 然后一掘屁股 竟往笼子里拉了屎 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气 唯我独尊的金鸟 哪里受得了这种侮辱 可恶的麻雀 我要把你们撕碎 别开玩笑了 你能抓到我们吗 天啊 那两只小麻雀 好像在挑衅金鸟啊 你们看 金鸟愤怒了 不好 它完全被激怒了 怎么样 笨金鸟 你抓得到我们吗 赶快擦干净 你头上的大便吧 你追不到我们的 可恶的麻雀 金鸟挥动翅膀 再次直冲龙顶 结果再次重重地撞在铁丝网上 金鸟跌落下来 它的头被撞出了血 脖子也扭伤了 空中的那两只麻雀 朝着远处飞走 金鸟看着它们飞走 发出一声不甘的吼叫 这只金鸟的自尊心 已经完全崩溃了 如果再养下去的话 也会死掉的 从那天起 那只金鸟便开始绝食 看着它一天天的虚弱 园长终于妥协了 决定将这只金鸟放生 走吧 金鸟 回到属于你自己的天地吧 金鸟瞧了小康一眼 接着抬头看了一眼蓝天白云 兴奋地梳理一下羽毛 便展翅飞上空中 小康看着它越飞越高 高空中的金鸟 发出一声高兴的叫声 那只金鸟不是已经习惯 被囚禁的生活了吗 怎么会又突然变成这样啊 金鸟被囚禁后 为了生存 它或许会降低自己的身份 低下高贵的头 去做自己过去不愿意做的事 但那两只麻雀的出现 却让它麻木的灵魂 被深深震撼了 小小的麻雀 竟然都可以如此戏弄它 金鸟高傲的个性 使它无法面对这残酷的现实 在麻雀面前忍辱偷生 还不如死掉 嗯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不管任何一种动物 都是需要有尊严 生活下去的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 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 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邀您一起 不持 救护 养护流量狗 华博帐号 5001-6766 5001-6766 护明台湾救狗协会 念阿弥陀佛 持灾除罪二百节 阿弥陀佛书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万倍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共万灯祈福法会 恭请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共同煮法 日期六月二十四日 农历五月十五 星期四晚上六点半 日期六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上午八点半 八官斋戒 即恭送官无量寿经 恭请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共同煮法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 二十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天后 三星辜你 调师 purs 我 你